这种花里胡哨又有点复古的图案我一直很喜欢 但如果拿来做地砖 嗯...到底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才能消化这么繁复的地面呀 这次在布拉迪斯拉法住的民宿终于让我找到了满分答案 这间小公寓总共面积也就二三十平 一开门几乎忘到了头 但主人用心的布置却让我稀奇品味了很久 脚下如此花哨 那上面的空间用色就要简单 墙面它用了白和灰 这个灰色里带了点蓝 让我觉得很舒服 软妆呢它也尽量偏向这个色调 主人很用心 即使是同色调的窗帘也不完全相同 另外它每面墙的质感都略有不同 这样可以起到区分空间功能的作用 厨房里的各种小用具可以看出来都是精心挑选过的 复古风拉满 这些小道具不值多少钱 但我觉得真的给住宿体验加了很多分 再来看看厕所 这个淋浴间在欧洲算得上超豪华了吧 有三个出水模式 水够热也够冲 难怪这家民宿在booking上有9.7分的超高分 而且一晚上只要47哦 如果你也要去那里旅行 不妨去体验一下呀 不妨去体验一下呀 这中情节是 similarities 感谢观看